歐洲各大球會的惡號 歐洲國家聯賽又展開了 本來今天我是想跟大家說說 克羅地亞對英格蘭 看完之後 我就發現接近是沒有什麼可以找來講 只可以說幾句 英格蘭轉了4-3-3之後 中場的寬度防守叫做好 但4-3-3多了 中場中又會容易控球 容易控球就會進入主攻陷阱 暴露了英格蘭沒有主角的問題 而反擊來說 也看不到他們有超級連結人 史達寧、福仔都不是那類型的人 一句說完 英格蘭無論控球在腳還是反擊 依然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套路 講完了 所以我反而想說一場 就是波蘭對葡萄牙的賽事 這場賽事 就多話說過克羅地亞對英格蘭那場 首先這場球都頗值得看 入球多 另外 由於賈爾時日斯朗拿到退休之後 其實就是這班今天打的 這個葡萄牙新貴 去做常規的國腳 所以未來來說是要看他們的 而其實這班新球員 合作性來說 還是比上一代的葡萄牙國腳好 沒有了蘭利、哥利、司馬這些球員之後 他們互相的緊密連結 合作性好很多 一開始就立刻見到 白蘭道斯華 即是我所說的小斯華 右邊就跟這個 周恩達斯的簡歇路配合得非常之不錯 很流暢 還有滲透性在樹 可惜就是他們的攻勢 大部分都是側在右手邊的位置 而左邊接近沒有什麼攻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教練局限小斯華 在右手邊 而這個簡歇路其實是由後衛來 搞到今天葡萄牙左邊的進攻點 左翼拉化 就要自己入中路 才可以跟小斯華配合 沒有辦法完整地用到球場的闊度 小斯華被局限在右邊這件事 其實就在2017年的周濟國家杯發生過 當時我其實都說過 這樣做不好的 事關小斯華的速度並不是很高 他不是一個正宗的拉邊內切入半主角 但是他的技術細緻套視野 全球能力其實是一個很工整 正宗的全主角 中間的全主角 是要將他放到禁區頂中間的位置 才可以完整地發揮他所有的能力 下半場他那個入球起腳的位置 就是在禁區頂的中路位置 而並非右邊內切入 所以他一早就已經在中路 不需要擔心不夠速度 只需要用技術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曼城今季都已經把他放到中路 就跟大衛思華一起瓜分禁區頂的位置 表現得其實也是非常之不錯 所以去到國家 都是更加應該比小斯華獨攬禁區頂的大拳 他去到中間做全主角 就可以幫助左邊的進攻點發揮 如果你說葡萄這方面的國家隊 始終想穩陣一點 想打4-3-3-2 不是4-2-3-1 那又怎樣呢 答案其實都可以叫小斯華打中路 他其實是適當地 可以在一些對的時間幫你轉4-3-3 小斯華是一個可以上又可以下的球員 他打中路的部分 亦都可以協助防守 那如果今天小斯華取代 這個是拿華斯的位置就適當了 拿華斯似乎還有一些經驗值的問題 那如果你又說 不將這個小斯華放右邊 就怕沒有右邊的進攻點 那我又可以回答你 其實簡歇路可以做右邊的進攻點 即是做右翼 其實他的進攻步伐 進攻的板斧來說 是可以成為一個進攻球員 他亦都有六頁插入的意識 而且其實他的防守是沒有進攻那麼好 他防守有點魯莽 他真的更加適合推前些做進攻球員 而右後衛其實用回蘇亞利斯便可以了 那所以你發現 去到30分鐘 今場的賽事 為何葡萄銀可以追成平手呢 就是簡歇路站了上去 站死了 好像進攻點那樣用 那他由右手邊開始拆動攻勢 就在右邊的邊線那裡 交一個漂亮直線 進去給後上插入的比斯 再傳中搞定了 也就是說 安排簡歇路上來長期做進攻點 構成四個進攻點的話 是可以令到葡萄牙非常之強勁去破密集的 簡直是一個主攻的結構 坦白說 如果葡萄牙肯聽我說的話 是將會成為全歐洲唯一一隊可以打主攻的球隊 他們支點有斯朗拿道 斯朗就算是退休之後 其實安達斯華都可以接棒做支點 而右邊有六頁的簡歇路 主角就有曼城的未來 渣必仁、華士仁、小斯華 而左手邊也有技術不錯的拉法 你見到拉法是有埋門能力 有舞波走位、有技術 其實是有潛質的球員來的 其實前面四個進攻點是齊了張法 可以打零形主攻的 反而其餘的國家隊似乎沒有哪幾隊可以打主攻 包括西巴牙 西巴牙其實只不過是想打中短期進攻 是沒有葡萄牙能夠利用到球場的闊度 只不過西巴牙整體能力吸數高些 所以才認為西巴牙得到好成績機會較高 但如果葡萄牙照我這樣踢的話 成績都一定不會差 還有可能可以跟德國、法國、比利時並駕齊區 德國方面其實有缺陷 沒有支點、沒有主角 法國、比利時沒有主角 法國、比利時還沒有能力破密集 但你見到葡萄牙現在已經有少少能力了 他們三個國家 即是德國、法國、比利時的防守 叫做好過葡萄牙 但如果葡萄牙可以長期控球再腳的話 都絕對可以跟以上所提及過的西巴牙 德國、法國、比利時去爭奪 去競爭 甚至乎一旦是隨便一個國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破不了密集 乱了東西 葡萄牙就可以取代其中一個國家 是成為歐洲第四強國的 不加上葡萄牙其實是湧現了很多其他的新球員出來 板凳深度都是強了很多 葡萄牙是絕對有資格出現新的黃金一代 希望葡萄牙真的會有一個好的前景 而小弟都希望自己有個好一點的前景 所以都要繼續呼籲 就是這麼多位幫小弟在每一條片的裏面 保持決定數量 按廣告、彈廣告 以及播放廣告 這樣做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的收入 可以有一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每日 是免費和大家出到片 這裡先多謝這麼多位 好,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已經按了廣告 或者懂得按廣告 就不需要再聽下去 不過我都需要照顧新的聽眾 如果你發現電腦裏面沒有廣告 相信你電腦裏面放了一個 Block Ad程式 檔廣告程式 只要你懂了這個程式 你會發現電腦片裏面會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也有廣告 大家可以按下去 彈到廣告市場出來便可以幫到手 另外手機片的下面 這個是廣告字眼底位置 大家按下去就可以了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不會是 片的最前或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連結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好,那我們輪到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